為了壓抑通脹而加息 經濟未必承受得住 如果這樣 就可能會出現滯脹 經濟停滯不前 通貨膨脹又揮之不去 你便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想講講美國的通脹問題 最近的數字顯示 其實美國的通脹 是彈性得很厲害 但聯儲局說不用擔心 寬鬆的貨幣政策 會一直維持到2023年 加也要2023年才加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怎會說 這麼早就知道2023年可以怎樣做 經濟其實充滿或然性 即使聯儲局掌握那麼多 都很難說到2023年你做甚麼行動 你能夠決定下個月做甚麼行動 下半年做甚麼行動 都已經不容易 你還要設計一年後做的事 其實這個已經說了兩年了 我認為沒有可能知道這麼遠的事 說來也是浪費氣 等於你發燒 你現在早上發燒 現在吃退燒藥 他說過多幾天後才吃退燒藥 吃泥也沒有用 所以我也不明白為何到2023年 就加兩次息 這些出口術和現實 我相信不是很大關係 我認為美國通脹的機會 是比上次QE大很多 未必遲些一定降下來 因為現在升不少 因為聯儲局的通脹目標 原本是2% 現在去到4% 是升了很多 即使遲些回落 我認為都回落不到2%水平 為甚麼呢 就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上一次QE 主要是貨幣偵測 沒有財政偵測配合 因為上一次金融海嘯後 主要是救一些金融機構 出事的金融機構 有寬鬆的貨幣政策 賣債的債 讓它在側面邊緣 可以渡過難關 救一些金融企業 這次在疫情下不只要救企業 還要救個人 要救個人 只要有貨幣政策 便無法利用普通人 需要直接派錢 特朗普年代已經開過一次檢測 拜登上台 亦要直接開檢測給人民 人民收了錢 會去消費 會去消費 本來在疫情下 需求下降 供應亦會下降 現在人為地增加需求 供應又不足 物價便會上升 因為有了貨幣政策 有了直接派錢給人民 帶來通脹的機會會增加 另一個我看到的情況 是現在疫情發達國家 種疫苗相對多 種得快 我估計接下來的情況 發達國家的疫情 在疫苗普遍種種之後 是會舒緩的 但是在第三世界 或者發展中的國家 疫情是沒有改善 亦都因為出現了一些新變種病毒 有些地方更惡化了 變成現在兩個不同的世界 出現不同的情況 發達國家是消費國為主 疫情改善後 他們就要消費 報復性消費 以前沒有使用過 現在使用多些 但是 生產國、供應國 其實大部分未改善 主要是中國改善了 變成新產的供應 不足 但是需求大增 消費物價指數 就會在這種情況被搶高 所以我自己認為 聯儲局 這次可能是估計錯誤 如果 通脹 市場一直都高懼不下 債息 自然會上升 如果市場債券的支息率上升 聯儲局如果仍是死定 不肯 給聯邦基金匯率上升 市場就會很扭曲 我相信最終聯儲局都會讓步 可能要提前加息 不等不到2023年 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 整個金融市場 投資市場 都會另一番景象 現在 最後聯儲局的說法 市場接受了 通脹未必長期 遲些會恢復 但是如果這個估計錯誤 金融市場會出現變數 投資者要密切留意 剛才說到 美國的情況 可能和聯儲局的估計不同 即通脹可能從來 這種情況 對美國其實是 會產生 相當嚴重的後果 因為如果美國的經濟 未曾復甦 未曾回到疫情的情況 原本聯儲局 一直都是用低息的環境 去維持經濟增長 但是一旦通脹失控 他被迫要加息的話 對美國的經濟 就會有一定的 壓抑作用 金融海嘯後 聯儲局曾經想縮表 想開始 將債券 到期以前買回來的債券 到期就不再 買新的債 甚至將一部份債賣 出去 降低資產負債表 以及令利息 回到正常的水平 因為利息太低 下次再要調整經濟 就變成手上武器會越來越少 從之前縮表的效應來看 一縮表 經濟就備受壓力 所以聯儲局縮縮下也要停 現在可能會出現的情況 通貨膨脹重來 但是這個通貨膨脹不是因為 經濟復甦、經濟好景人的收入增加 去帶動 而是政府派錢 而是因為 世界發達地區、消費地區 和生產各的經濟發展 不平衡所造成 為了壓抑通脹而加息 經濟 未必承受得住 如果這樣 可能會出現滯脹 經濟停滯不前 通貨膨脹又揮之不去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的經濟 不像原先想像中 那麼理想會高 即是速反彈 追回疫情前的情況 美國的問題 可能會延續 這是對美國的前景 造成一定的影響 亦都會反映 QE 未必是一劑萬應零藥 有時會有其他副作用產生 即是金融海嘯時 指得咳嗽的東西 未必在疫情下 指得咳嗽 金融海嘯時 中國是 跟美國的關係很多 有跟他配合 現在未必會配合 所以我自己覺得 美國的處境 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 他跟中國 打金融戰的機會 是少很多 因為美國自己的處境 都是很脆弱 金融市場的平衡 一旦被破壞 要治療 都是不難治療的 所以之前有人說 美國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的時候 最終會打金融戰 會不讓人民幣 或者港幣 利用Sweet系統兌換美金 如果真的這樣出 當然香港受影響會很大 但問題是 美國一樣會受影響很大 所以我自己認為 香港反而 金融終身地位 因為美國自己要很小心 處理它自身的金融問題 反而香港是 可以安心一些 所以香港的特殊功能 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都不會受到很大影響 雖然美國 說要取消給香港的特殊待遇 現在 都不是益香港 而是 自身 都無法照顧得到的情況下 但不想金融市場有太大的動盪 所以這對香港反而有好處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小鈴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請大家按摩 給我們一段時間